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巩固提高的填空题和解答题 第七题考到这种加加加求极限 那我们在强化训练里面多次碰到 一般把这种加加加第一步 是不是写成这种sigma 是吧 你看这个小括号是从根1加到根号n 所以我就写根号i 这个小括号是从根1分之一到根号n分之一 所以我写成根号i分之一 然后飞母照朝 然后遇到这种加加加的 我们希望将其变成什么 是不是变成定积分的模样 要想变成定积分 得有一个共同的因子叫n分之一 这个没有就强行制造什么n分之一 看这个地方制造一个n分之一 那么后面这个sigma 它也没有强行制造n分之一 那你多一个n分之一 再多个n分之一 前面补个n方 这是横等变形 好了 那么盯着前面这个sigma 有了n分之一 还差什么n分之i 这有根号i了 所以给它补个谁呢 是不是给它除掉一个根号n就行了 那你看这样一除 是不是就所谓的n分之i就诞生了 对不对啊 根号除根号 放到一起不就是n分之i吗 那么后面这呢 这也有一个根号i 所以受前面的启发 也给它干什么 是不是除个根号n 这样一除的话呢 是不是它也有了n分之i 而且呢 你除一个 我除一个 这是横等变形 对不对 你看 这个那多了一个分母 这个地方是不是分母 多了一个根号n分之一 相当于分子多一个 这两个刚好抵消了 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横等变形 刚好前面有n分之一 有n分之i 待会这个sigma 球极线 写成0到1的定极分 后面呢 这有n分之一 这有n分之i 球极线 又写成0到1的定极分 那么最后呢 大家不难发现 这个n方 是不是跟分母采用抓大头 它的极限是1 那就完了 是吧 这个地方写成一次 0到1 定极分 然后呢 后面这个地方 再写成一次 0到1 定极分 然后二者相乘 那两个定极分都算出来 结果一成 就是我们的最终 这个天空体 三分之四 那么这个题啊 说白了 还是考到我们横等变形 凑积分的能力 对不对啊 要想凑定积分 第一步 把它写成sigma 累加 然后第二步呢 凑n分之一 这个好办 是吧 就直接给它写出n分之一 写出n分之一 横等变形多个n方 最关键的一步呢 是第三步 是不是要给它搞出来 所谓的这个n分之i 是不是n分之i 是吧 那有了n分之一 有了n分之i 那求极限 就是写定积分 写两字定积分 然后把这个结果最终出来了 好了 这还是考同学们 积分的定义 再往下第八题 第八题呢 这个题 跟下面第九题 这个题 包括下面第十题 这几个题啊 都是小小的综合了 第八题 请你求n加n分之一 这一整往下加下去 那第一步 把这种加加加 写成sigma 写成一个通向的形状 这里面是谁呢 n n分之一 n不动 n不动 这个分母的n也不动 这有个1 1加1 然后这是4加1 这相当于是什么呀 一直到n减1的平方 再加1 那就写成 是不是写成这个i方加1的模样了 这个i呢 从谁开始记就行了 i取0 是不是刚好是这个分子的1 i取1 是不是刚好是这个1 i方也是1嘛 i取2 是不是就是这个4 i取n减1 是不是就是这个家伙 好了 那么第一步 我们就把这个加加加 是不是写成这个sigma的形状 但是这次sigma是从0跑到n减1 然后n加上n分之一大堆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凑成两项 是不是要凑出来一个n分之一呀 所以我们先给他弄个n分之一出来 那好不好办 很容易办 是不是从分母这个地方提个n就行了 分母提个n 原来的n变成1 分母提个n 这个地方的n就变成n方了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家发现摆在你面前 有了n分之一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n分之i 它是不是多了一个1 看到没有 是不是显然不难发现 这个地方是不是它多了个1呀 如果没有这个1 那刚好是不是n分之一和n分之i 跟我们想的一样 那这个多个1怎么办呢 这就说明直接凑定积分 是不行了 是凑不出来了 那么这种题呢 在98年曾经出过 就是说那直接凑定积分 它稍微的多了一点点 怎么办 给它放缩 把多余的那个东西啊 咱们给它拿掉 那你看原来这是咱们的数列xn 你发现是不是刚才分母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加1 如果你把这个加1拿掉 是不是就直接是n分之i得平方 干 是不是n分之i得平方 你把加1拿掉 是不是飞母变小了 飞母变小肯定干 干什么 变大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大 作为大 那么这样变大了 那你这样变大 还得再让它缩小呀 是不是用加比准则呀 好 飞母加1拿掉 我们知道变大了 那这个i方加1 它怎么样能够缩小呢 那是不是飞母变大就行了 i方加1没有谁大 i加1的完全平方大 这个地方就是干什么了 就是把飞母变得特别大了 你看 i方加1打开 是不是就是i方加1多个2i 看 人家只有i方加1 这个地方多了个2i 是不是这个地方飞母大了 这个地方紫颜色飞母大 紫颜色做小 这不就把整个题目 既方大又缩小了吗 然后分别检查两头 如果两头都是定级飞 那太好了 实际上这两头都是 咱们来看这个大的这一头 就是这个地方是个 n分之i这一头 n分之i 只不过那这个地方 跟咱们平时遇到的稍有不同 它是从0到n减1 咱们以前是不是从1到n 什么那个意思 那这有啥区别呢 大家琢磨琢磨 i取0往这一扔 这是几 i取0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直接就是0了 是不是直接是从0开始 那么如果i取1呢 i取1这是不是n分之1了 你想想 咱们比划比划 比方说 这有一个数轴 咱们以前都是玩什么呢 是不是都是玩这个 零一区间上 咱们来看看 比方说这是零一区间上 这是零 这呢给它切割一份 这点呢叫n分之1 最后呢 这个地方一直切割 给它做了n等分嘛 这点最终是1 那这是第一份 你会看到 它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 i取0往这一扔 是不是刚好 这地方是取个0 是不是有个0 那这个呢有个0 这个取线叫谁呢 你看按照我们想的 是不是n分之1 写成dx 是不是n分之i写成x 就是这条线 我们命名叫 1加x的平方 是不是再分之1了 来咱们琢磨了 如果i取0 i取0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条线 是不是就是1加平方 在这个点的值 是吧 你看你i取0的话 不是1加上 0的平方分之1 不就是1加平方 x的取0这条线吗 好了 那i取0的话 就代表第一个图形的左端点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最左边 就是i取0的意思 那么i取0代表最左边 乘上这个底边长 代表第一个面积 那你再想 你如果没看明白 你再往后面画一个 这又有来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的端点 是不是有个n分之2了 那你看第二个图形 它的左端点是谁 左端点是不是n分之1 你i取1往这一扔 刚好是谁 i取1 是不是刚好是n分之1 看是不是刚好是第二个图形的左端点 所以这种极限 它仍然表示定积分定义 只不过跟咱们以前的区别在于 以前都是取每个图形的右端点当高 是吧 今天是取每个图形的左端点当高 你看最后一个i取n减1 那你不能看出 如果i取了n减1 刚好在哪来 你i取n减1的话 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你琢磨琢磨 i取n减1就会得到个谁呢 你i取n减1的话 是不是得到n分之n减1 n分之n减1 是不是刚好在最后一个图形的左端点 看出来没有 最后一个图形的最左边 我把它擦掉 最后一个图形 它的最左边不就是n分之n减1的意思吗 是吧 所以n分之n减1 代表最后一个图形的 是不是代表最后一个图形的左端点 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极限仍然表示整个面积 只不过它的区别在于是表示每个小图形 左端点当高所形成的这个面积 是吧 还是最终是哪里呀 最终还是0到1整个面积 所以这个呢 又一次把它写成了0到1的定积分 然后把这个结果积出来 那么小的这一图呢 是不是n方 i加1的平方 这个呢也是定积分 为啥你想啊 i取0往这一扔是谁 你i取0的话真的有个谁 是不是刚刚有个n分之1 n分之1看 是不是第一个图形的右端点 那i取2往这一扔 那是不是有个n分之2 是不是第二个图形的右端点 i取n减1往这一扔 是不是有个n分之n减1加1 就是n分之1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紫颜色的小的这一头 球极限 也是在搞屏幕上 一个图形加一个图形加一个图形 只不过小的这个紫颜色 是以每个图形的右端点 作为高 所表达的意思 那左端点当高 跟右端点当高都可以 所以这两个都叫什么 定积分 四分之派 故最后借助什么 加比准则 我们认为夹在中间的 就是四分之派 像这种题啊 他考得很好 他把定积分 跟放缩 加比准则 是吧 同时考进去了 当然他还考到定积分的 两种形式 对吧 哪两种形式 红颜色是按照每个图形的 左端点当高 凑定积分 紫颜色是按照每个图形的 右端点当高 凑定积分 这个地方全都考进来了 是吧 我们知道 定积分 它的规定 它的定义 就是不受什么的影响 是吧 不受到底这个小图形 哪里做高的影响 我们以前都是右端点做高 是不是 右边做高 那当然可以 也可以左边做高 是吧 左边做高 就是从零 第一个图形 是不是就是零了 最后一个图形 是不是N分之N减一了 看H0刚好是零 HN减一刚好是N分之N减一 所以红颜色分别代表了 是不是第一个图形的最左边 和最后一个图形的最左边 所以它代表一左 左端点做为高 而这个紫颜色的呢 H0往这一征 是不是N分之一了 N分之一刚好是第一个图形的右端点 HN减一往这一征 那刚好是1 1刚好是最后一个图形的右端点 所以第二个紫颜色 它代表每一次取右端点 作为高所生成的这个定积分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两次定积分 加上加比准则把它做出来了 这个题很经典 你包括下面第九题 它也是这种例子 又给了这种加加加 怎么办 第一步把它写成Sigma 是不是写成Sigma求和 写成Sigma求和之后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想找N分之一 想找N分之I 那你看这个地方已经有N分之一了 它多了个什么 这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所谓的I分之一 如果没有这个打对好的就太好了 你看N分之一 上面N分之I刚好定积分 它又分母多了一点 受刚才的启发 怎么办 把多余的给它扔掉 看我们的XN这个题目 如果把多余的扔掉 底下就是彻底的N分之一了 那这样的话呢 是变什么了 变大了 是不是分母变小 它变大 那再往 那分母变大 它就变小了 分母最大大到几 是不是大到这个N加1这个地方 那这一次不就完成了放缩了吗 跟刚才第八题道理一样 是吧 盯着分母 分母变小 它变大 分母变大 它变小 好 放缩完了之后 算两头 如果两头都是定积分就好了 其实老大这一头很容易算 老大这一头就是经典的什么 N分之一 N分之I 是不是从一到N了 那这个咱们很清楚 这种情况下就是把 0到1做N等分 每一次取右端点 看 H1刚好是N分之一嘛 N分之一 刚才比划过了 是不是第一个图形的右端点 HN往这一扔 是不是N分之N N分之N刚好是1 是不是最后一个图形的右端点 所以呢 这个写法就是0到1 0到1的定积分 然后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是这个答案 那么左端呢 左端这个紫颜色的 它不是定积分呀 要想写成定积分 得是什么 得是N分之一 它那是N加一 怎么办 就写N分之一 然后给它多乘个什么 多乘个N不就行了吗 除个N乘个N 这都是横等变形 然后呢 这一块刚好写成什么 这一块是不是刚好写成定积分 后面这个地方采用抓大筹 N取无穷大 N除N加一 极限刚好是1 故它也成为什么 成为了我们的定积分 结果也是它 故再根据什么 再次根据加B准则 就把这个T给它夹住了 那么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题型 我们在强化训练中都是直接能凑定积分 是不是通过横等变形 直接把这个T搞成了定积分做完了 我们在第二章中 是不是直接用加B准则就做完了 但是这两个T告诉我们 更复杂的题目就这样出 像这两个T 是吧 你把它写成这种累加的模样 可是发现呢 它没法直接写定积分 它多了一点点 怎么办就把多余的这一点点 给它盯住 给它产生放缩 是吧 菲母变小了 它就大了 菲母变大了 它就小了 这是放缩 放缩之后两头怎么办 发现两头的都刚好符合定积分 为啥符合 比如第八题 两头的可能是 一头是按照左端点凑定积分 一头是按照右端点凑定积分 甚至也有可能像第九题 两头的怎么符合定积分 右端这一头 直接就是定积分 左端这一头怎么办 是不是给它这样来去操作 是不是除个N乘个N 然后呢 多余的这个地方 用抓大头是个1 1乘谁 相当于不乘 这第八第九题要好好琢磨 它是怎么放缩的 放缩完了之后 这两头是究竟怎么写成定积分的 它不一样 第八题两头是怎么写成定积分的 是吧 一个是一左端点 一个是一右端点 第九题两头是怎么写成定积分的 一头直接写定积分 没什么好讲的 另外一头是不是采用补个N 多个N 然后借助N除N加1 在无穷远面前 抓大头极限为E 把它写出来的 这两个题好好体会 这两个题如果考出来的话 那肯定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一种难题 这个五分就不好拿了 好了 这两题格外的看看 那么也可以怎么办呢 像第十题也考一个五分填空 给了一个小fx x的不取0 知道就是E的负x x的取到0是这个极限 极限是什么 极限是个数 是吧 x的等于0 这刚好是个数 我们把这个什么呀 这个数给它求出来 就是求这个极限了 这个极限怎么求呀 把++++写成这种c个码 写成c个码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希望走定积分 要走定积分 得有一个n分之一 那有没有n分之一 有 是不是从小括号里面提个n 小括号提个n 这个n就成了什么 或者说呢 就是直接凑个n分之一吧 你凑个n分之一的话 上面的n就变成n方了吧 总之n分之一肯定得有 有了n分之一 我们希望什么 希望剩下的刚好能写成谁 写成n分之i 那你发现这个地方剩下的 刚好把n方除下来 是不是写成n分之i了 有了n分之i 有了n分之一 这个c个码球极限 就是什么 0到1的定积分 是不是再次写成 0到1的定积分了 然后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就当什么用 当f0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分段函数 是吧 x的不取0 是e的负x x的取到0是1 分段函数求什么 求分段点的导数 那肯定干什么 导数定义 所以接下来 走导数定义 fx-f0除以x x取0的极限 因为是0点的这个导数 fx就是我们的e的负x f0 这个咱们刚才算过了 是不是定积分定义 算出来是1 然后呢 等价待换 e的狗次方减1 等价于狗 狗就是负x 然后约分 答案就是负1 这个地方也可以考五分 这个五分考出来 那也是很经典 它把定积分定义 跟这个分段函数 跟这个导数定义 这个都也构搭在一起了 所以89 这个89 10这三个题 格外的引起注意 这是定积分定义的综合题 可以跟加比准则综合 是吧 可以跟这个分段函数 导数定义 什么的综合在一起 都可以出 好 再来一个 第11题 这是反常积分的收敛发散 如何判断如此复杂的积分收敛发散呢 大家知道 受我们前面的启发 要想判断收敛发散 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计算 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比大小 那比大小怎么比呀 是不是可以借助中央部等式 是不是可以通过求极限 是不是可以通过等价待换来比大小 都可以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盯住谁比 当然是盯住 I跟得取郑无穷了嘛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谁是狭点 是不是郑无穷才是我们 这个题的狭点 那你想了 这个贝极函数 Long渐它 我们在以前遇到过这个重要不等式 有在第二章 在第二章那个数列极限里面 就讲过一个不等式 叫Long1加X 是不是小于X 想起来没有 是不是Long1加X 小于这个X 有这个重要不等式 那Long1加X的小于 这是咱们在强化训练第二章就讲过的 Long1加X 小于等于X 然后二者相减 二者相减做通分 那一做通分 做通分之后可以再放缩 这个1不要 就变成了平方分之1 那大家琢磨了 那你俩相减 借助重要不等式 借助通分 最终发现 小于平方分之1 那你们小于平方分之1 而平方分之1 就是批取2 批取2 在一道正无穷显然干嘛 批取2 大家知道 批取2的话 在一道正无穷是收敛的 这出现什么局面了 出现大的收敛了 我们在上节课 是不是也谈到过这种想法 大收敛能推什么 大的收敛 自然能推 这个小的反常积分 随之收敛 做完了 是不是大收推小收 大收推小收 当然这个大收敛 推小收敛 这件事 其实只能用于正向的反常积分 所以这个地方 给你控制什么了 控制大于0 大于0表明 这是一个函数为正 就是我们说比大小 是不是咱们考的是 他们两个相减 你得证明出 他们先比0大 他们比0大保证是正的 只有当函数为正的情况下 才能用这个结论 叫大的收敛 可知小的收敛 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正的 这件为啥是正 重要不等式 Longy1加x的分之1 要比这个分数先大 要比x的分之1小 这是双层不等式 咱们在你找找 第二章强化训练 我记得讲 那个连成的那个题 当初我让你取对数 取完对数 我跟你写了一个重要不等式 就是它 这个地方就用到了 好了 这是反常积分 收敛发散 我们再次说完了 最后再看一个综合题 小f连续 小f连续 是不是变现积分可导 且积分的结果与x无关 啥意思呀 积分与x无关呢 就是什么了 计为一个长数c0了 是吧 把这个积分计为c0 然后把这个积分 要处理一下 我们来看看 这个积分怎么处理呀 这个积分 是不是对t座积分 你对t座积分 fx当什么看 当长数 是把fx直接拿出去 上减下 上线减下线 然后这个x也可以当什么 是不是当长数 是不是这个x也被我们拿出去了 因为这是对t座积分嘛 好了 第一步 对t座积分 x当长数 x当长数 做完了 然后大家发现 这它是不是又剩下一个0到1 f的定积分 这个积分里面明显有个什么元素呢 是不是有一个x乘t 这我们在前面也遇到过 遇到这种x的乘t在里边 把它换成u 换圆别光换什么 上下线 那你看 是不是把这个积分 就是x的乘这个积分 把这个积分给它换圆 x的乘t是u 那这个呢刚好是谁 x的乘t 里边刚好变成u 这个x 是不是当长数能拿出去 也能干嘛 也能拿进来 想起来没有 是不是这个x也可以拿到最后面去 是不是写成了什么 是不是写成了x的乘t x是一个常数 常数在积分中可以进去 也可以出去嘛 是吧 所以这个x的可以扔到最后面 刚好是t乘x 刚好就是u 后面就是刚好变成什么了 刚好变成了这个du 上下线也得换 那t取0往这带u取0 t取1往这带u取x 所以整个这个积分又变成0到x了 那么至此通过第一次 x当常数拿出去 通过第二次换圆 那最左边这东西就变成什么了 看 最左边这个积分 看哈 一开始最左边这个积分 就变成什么了 首先变出来一个fx 其次呢 是不是又变出来一个0到 就是上面这个反常 这个变现积分 最终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咱们右端的这个c0 变成这个式子了 然后怎么办 两段求倒 为啥可以求倒 小f连续 小f连续 不一定可以求倒呀 咱们可讲过了 小f连续这个积分可以求倒 是不是积分有倒数 积分有倒 右端有倒 就逼的左端小f也有倒 所以我们可以啊 两段求倒 是吧 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嘛 因为小f连续 能让这个积分有倒 那就逼的什么呀 逼的小f自己啊 他也有倒了 所以赶紧两段求倒 小f自己你看 左边这个地方 小f自己求倒 就是小f的倒 然后积分求倒 就变成小f自己了 c0求倒 常数求倒就是多少 就是0 然后这就变成什么东西了 其实这就变成了第15章的维分方程 这不是最经典的一阶线性维分方程吗 当然你也可以叫什么 可分离变量 大家可以按照第15章维分方程的观点 把它当作一阶线性 是不是p是1k0是0 被通解公式 大家也可以当作可分离变量 分离变量就能解除谁 解除我们的小f 这在第15章维分方程解方程的这个范围里边 可以分离变量吗 你把它当作y 是不是y的倒加y等于0 y的倒是不是写成底y除底x 底y除y 是不是等于负得底x 那不就出来了吗 底y除y等于负得底x吗 是吧 如果你不擅长的同学 你就把这东西当作y嘛 那你就把它当作y嘛 这不y1%吗 这不出来了吗 y1%加y等于分离变量 解方程不就解除y了吗 这里面有一个c 那这里面有没有这个处始条件呀 我们来看看 能不能找到处始条件 能不能找到一个 就是这个c到底是谁 这个应该是能找出来 这个c应该不能是任意常数吧 为什么呀 我们来琢磨一下 咱们看 就是从这个地方 大家让x的取谁 让x取0 你看会得到什么 如果x的取0的话 这是不是f0了 f0加0到0 是不是等于c0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 好像能得到f0 是不是等于c0 当然c0是什么呀 c0是一个数 是吧 那你f0等于c0的话 那从这个地方看 f0等于什么了 看看 从这个地方看 f0应该是等于c 是不是等于c了 但是上面告诉我们 f0等于c0 所以这个c应该是什么 所以最终这个c不能是任意常数 c应该是等于谁 这个地方 等于c0 真的要稍微备注一下 这个c其实只能是c0 这个答案呢 咱们给的不是很严谨 这个c不能是任意常数 这个c最后只能是c0 这一点咱们再这个备注一下 咱们书上给的这个答案 最后不太妥当 c不能是任意 因为你看 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你如果挨个字取0的话 那就f0了嘛 f0加0等于c0 是不是等于c0啊 那它等于c0的话 那你从这个地方看 那f0刚好就是c了 从上面看f0等于c0 从下面看f0等于c 那c只能是c0了嘛 c只能是c0 就是这个c必须是这个积分的结果 这个积分的结果是多少 这个c就是多少 他俩是这个呼应的 你不能说任意 因为你这个c其实受谁的影响 受这个积分结果的影响 假如说这个积分的结果 与x的无关是个3 积分的结果是3 这个地方就是3了 得3倍 如果积分的结果是4 你这就得是4倍了 你听到没有 他不能任意啊 虽然34567都能取 但是呢 他必须得是跟他有关系 是吧 当然有人说 那c0也可以随便取嘛 你也不知道c0是几 对不对啊 但是还是要写c0 因为你写c的话 就好像跟这个结果没关系了 是吧 你如果写c的话 结果是3 c0是3 你如果写个c 那人们自然不太相信 这个c就是3了嘛 但是你写c0的话 人们就知道了啊 这个积分是c0是3 那这个地方就是3了 就这个意思 写c0 这跟他最好写c0啊 其中c等于c0就行了 那样来备注一下 写c0啊 好了 这道综合题 我们就说完了 关键是这句话的理解 叫积分与x无关 那积分跟x都没关 那就只能跟谁有关 只能跟一个常数有关 云上说那怎么跟t不能有关 咋能跟t有关呀 t是积分元素 我们知道 定积分是不是本来就跟这个字母没关 你对t做积分 跟对u做积分 跟对w做积分 是不是都是一个道理的 这里面呢 积分对 把x的当常数其实 是吧 按理说这个积分要跟x有关 是吧 按理说跟x有关 他现在说跟x无关 那就只能跟常数有关 这是问题的突破口 这一点 就是很多东西没明白 这句话啥意思 什么叫这个积分跟x无关 意思就是这个积分得是一个常数 它就只能是一个常数 这样来去对待 这一点值得注意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第八章巩固提高 就到此结束 稍作休息一下 我们转入第九章 这个积分的计算 这样一个大的篇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ên 转发 打赏的代表 那金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